1. 开启档案 首先我们可以开启Tempate 为了确保印刷的效果 请不要改变当中的设定 第二步 插入我们的卡设计 将你的Mouse移到页面的底部 再在上面选择插入图片 从档案 选择适合的卡设计 我们可以右击图像 令它改变它的大小 首先选择设定图片格式 大小 将高度较到5.7厘米 广度是8.9厘米 这是作参考之用的 然后在工具列表上选择文绕图 选择文字在后 然后将卡移到页面上的长方框 然后将卡移到页面上的长方框 我们可以再在工具列表上选择文绕图 我们可以再在工具列表上选择文绕图 今次选择文字在前 红色的长方框 是帮助我们预览印刷的范围 第三步 插入人像相片 将猫使移到页面的底部 插入你员工人像的相片 在顶部选择插入图片 重挡案 可以右击图像 去改变图片的大小 选择设定图片格式 大小 高度和阔度 可以调校至大约3厘米 在工具列上面选择文绕图 在工具列上面选择文绕图 选择文字在后 将卡移到页面上的长方框 我们可以按住 我们可以按住 Ctrl和方向键 去微调卡的位置 第四步 打印 请移除所有红色的长方框 線画 选择左上方框 檔案 然后选择猎人 選擇我們彩色的噴蜜打印機 然後按內容 再選擇進階 在紙張大小上面選擇為letter 記住每次打印的時候請只放入一張橡膠紙 然後選擇確定 第五步 獵刃 現在我們只需要等待 如果你要需要進行雙面獵刃的話 只需要重複以上的步驟 就可以達到雙面獵刃的效果 第六步 過膠 首先我們要將過膠機預熱 預先準備好我們編制的膠卡 膠套 和一張卡紙 我們小心地把卡片取出 我們小心地把卡片取出 大致卡是可以幫助我們將交卡放在過膠機裡面 過膠 最後只需要冷卻一陣 只需要依照我們以上簡單的步驟 你就可以在辦公室裏製作出高質素的原工證 然後我可以在辦公室裏製作出高質素的電子 然後我先用另一張調整 你就可以從前來 我可以在辦公室裏製作出高質素的反應 然後我可以在辦公室製作出高質素的印象